南瓜别做菜吃了,试试这一个新吃法,美味又养颜,女人常吃皮肤好。 大家都知道南瓜是好东西,用来做菜,做点心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,也是老年人比较适合吃的一种食物。 听说一些三高人士吃它还能降低血糖,但是不管是什么食物,咱们都不能过量食用,都要有个度。 平时大家吃南瓜,应该都是炒或闷肉吧?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客家这一个种吃法,听说在很早之前,客家女人就经常这样做来吃。 美味还养颜,那时的女人没什么营养品吃,都是靠这种传统食谱来滋养身体的,食材简单环经济食慧。 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步,准备一些红枣,洗净去壳,因为枣肉是属于温性的,而枣盒是属于热性的,如果炖汤的时候不把枣盒给去掉的话,煮出来的汤水会比较糟。 很容易引起上火。 第二步,准备一个砂锅,加入适量的清水,放入准备好的红枣,再加适量的红糖。 第三步,开大火烧开,烧开后转成中小火煲15分钟。 第四步,在包红枣的这个时间,我们准备一个小南瓜,把南瓜洗净剖开去囊,切小块,不用去皮,因为吃南瓜皮有很多好处。 比如补皮胃,液气血等,但是选南瓜时要选无疤痕,无黑般的,新鲜,表面光滑前进的南瓜才可以哦。 第五步,带红糖红枣包得差不多了,加入南瓜块,开大火再次烧开,烧开后转成中小火把南瓜煮至软烂。 第六步,好了,闻住都味道香甜。试一下南瓜煲烂就可以关火,剩出来了。 这一道氧气补血又可以美容养颜的南瓜红枣红糖水就包好了,喜欢的朋友试一下。 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哦,补气血又不易发胖,女人最爱的食物。 大家都知道南瓜是好东西,用来做菜,做点心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,也是老年人比较适合吃的一种食物。 听说一些三高人士吃它还能降低血糖,但是不管是什么食物,咱们都不能过量食用,都要有个度。 平时大家吃南瓜,应该都是炒或闷肉吧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客家这一个种吃法,听说在很早之前,客家女人就经常这样做来吃。 没胃还养颜,那时的女人没什么营养品吃,都是靠这种传统食补来滋养身体的,食材简单环经济实惠。 具体做法如下。 第一步,准备一些红枣,洗净去壳,因为枣肉是属于温性的,而枣盒是属于热性的。 如果炖汤的时候,如果炖汤的时候不把枣盒给去掉的话,煮出来的汤水会比较糟,很容易引起上火。 第二步,准备一个砂锅,加入适量的清水,放入准备好的红枣,再加适量的红糖。 第三步,开大火烧开,烧开后转成中小火煲15分钟。 第四步,在包红枣的这个时间,我们准备一个小南瓜,把南瓜洗净剖开去囊,切小块,不用去皮,因为吃南瓜皮有很多好处。 比如补皮胃,液气血等,但是选南瓜时要选无疤痕,无黑般的,新鲜,表面光滑前进的南瓜才可以哦。 第五步,带红糖红枣包得差不多了,加入南瓜块,开大火再次烧开,烧开后转成中小火把南瓜煮至软烂。 第六步,好了,闻住都味道香甜。试一下南瓜煲烂就可以关火,剩出来了。 这一道氧气补血又可以美容养颜的南瓜红枣红糖水就包好了,喜欢的朋友试一下。 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哦,补气血又不易发胖,女人最爱的食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